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超潘一哥 我说海华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场直播的节目 现在很流行直播 然后呢 很多人看 基本上直播很多都是一些电动玩具 电竞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些辣妹在那边讲 然后大家送礼物 送汽车 送洋房 送飞机 好等等 现在很流行 所以我觉得头顾戒 可能节目我们也不用 不用一直照照我的脸 我觉得大家是要为了在这个 当充直播上面能够赚到钱 好才有意义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节目形态是不是应该改成 美股昨天不过美股昨天尾盘是有点下杀 它是其实早上开盘开高 我先讲一下我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指标的部分 在及时我们要随时关注 随时 到12点10分才去做一个通过 所以我们昨天早上也是开高 因为大家太多发言了 很冗长 开高以后 因为大家预期会过 开太高 直接往下杀 杀完以后呢 开始反弹 因为还是很多委员在发言 好一个人都发言10分钟 发言到12点10分 全部人讲完了 那时候都是在看立法院的 即时线上的影音 首先看一个早上 就是等看到 到最后会怎么样的结果 就12点10分 罗民财委员他就讲 大家是不是要用立法院这个版本 就是当冲降税降到1.5% 千分之1.5 结果呢 大家就连表决都没有表决 就直接 他就说好 没有反对意见 那就是直接通过 结果通过以后也没有涨 因为可是之前12月31号 立法院有提出这一个议题的时候 当天台股是大涨的 所以昨天其实12点10分 照理讲你修正完毕 应该也是要涨上去 结果没有涨 往下跌 尾盘再往上 稍微这样做一个盘整震荡 所以我觉得到了 昨天的尾盘的情况是怎么样 正所正交税当中减半 这个利多 它其实有点利多不涨 我觉得对台股今天来讲 会是一个压力 所以说刚刚从这边 开高以后往下杀 杀了现在在反弹 目前来讲是多少点 差不多2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盘整 那为什么会区间盘整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的指标 这个叫做下轨道 这个叫做上轨道 目前指数在这边跳动 在这边跳动 你这边 基本上在这个区间之中 你不可能去做单的 因为目前不是一个多头走势 也不是一个空头走势 这个等于 这个等号 这个等号叫做 把你的 这边有一个进场的空单 平仓掉 然后呢 目前是 没有多也没有空的情况 对不对 昨天到现在都是这样 它也真的没有什么多跟空可言 好 一直都在盘整 那盘整区你要怎么操作呢 对不对 大家会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盘整区基本上 这里 这边叫做上轨道 这边叫做下轨道 盘整区就是涨上来 它会往下跌 跌下来会往上涨 所以说我就会设计这个东西 就是让你在盘整区的时候可以做单的 涨上来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好了 这边叫做99 可能9938吧 因为这边9940 这边9930 这边差不多是9938的地方 涨到9938的地方 当然可能啊 如果你到时候涨上来 你再观察一下可以放 不要那种一直急冲上去的 如果一直急冲上去 你当然不要 这么傻傻的在这边去放空 观察一下 涨不动的时候去空 好 我到时候再跟你讲 如果有遇到啦 有遇到我再跟你讲 怎么样去判断 它是涨不动 跌下来呢 跌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下轨道的地方 可以去做多 下轨道目前的位置 这边是9900 这边是9890 所以这边下轨道应该是在 9896左右 好 9896左右是做多 昨天也是一样 来到支撑区 这个叫做下轨道 它没有明显的多空 就在这边你可以去做一个 抢多的动作 我们用昨天的例子来讲好了 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根 这一根你跌下来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不要去做单 因为它跌下来两根 还有可能再跌嘛 对 我们可以用历史重放 跌到这里 基本上这一根下轨线 不是很长 它如果开在下一根 它还是有可能再往下跌 好 这边的大户 也是在卖 所以说这边你我觉得这里啊 这里你不能去照进的做多 什么时候可以做多 这里我觉得可以做多 为什么 因为这边又开始跌 这一个的下影线 好 这一条的下影线 比这一条下影线短 这边可以试着去做多 这边又跌下来了 你当然长的时候你不要去追 好 这里 这边我觉得就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 跌下来的支撑的底部 因为这边跌深了 这边没有去 没有破 这叫做低点不过低 这里你可以去做一个短多的动作 好 长上来 这边基本上也接近尾盘了 我觉得这边可能就可以卖了 好 这边左右可以卖了 这里 因为这边有一个高点 对不对 然后这边上涨 涨不动 这边的高点没有涨破这里 跟这边一样 这边叫做低点不过低 这边叫做高点不过高 高点不过高 高点不过高 它就有可能往下 不过最后收盘 你也不用去在意那么多了 直接就平掉就好了 好 最后撒下来 这边也是跌了八点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东西来看 早上开高 开高当然不能去追多单嘛 因为你看 这边已经接近这边 轨道的上缘 它就跌 跌下来这边 你当然也不能去追 追空单 好 往上走 这里你当然也不能去追空单 这一个低点跟这个低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是9901 这个低点也是9901 好 可是基本上 你是要打到这边去做多 会是最稳健的 所以你看这边低点不过低 这边 这边不过这边都在盘整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里做多 是会有一点风险的 好 回到我们身上 我觉得直播就是要这样子 对不对 你早上9点钟 你看一大堆 我们在那边讲一大堆屁话 也没有意义 就是你要看着指标在跳动啊 然后呢 告诉你 这个东西到底现在可不可以进场 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一点嘛 不是说看着老师很帅 在上面表演 所以我说我的做法 其实要跟很多人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市场 大家看这些老师看了30年了 有些30年之历的也是在上面 每天讲一样的东西 秀一样的东西 大家看得很腻 我刚刚讲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有一个K棒 你是在日K棒 你在中间去做 那个胜率 我觉得 我相信是很少 可能只有 就算它是一个多头讯号好了 我觉得它胜率也都会降低 多头走势的时候 你要什么时候做多 多头走势 当然你还是要越低越好 所以我就说 其实你就算 转多了 有时候你期货 你不要做单 你不会有亏损 当你做单 你就要承担亏损 失败的责任 所以怎么样 你遇到 你可以在等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没有做单 80 20法则 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 回到我们身上 80 20法则 80 20法则就是 做投资的人 8成是亏损 然后呢 8成亏损的人 所有输的钱 被那个20%的人赚走 所以那20%的人赚了很多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下单呢 你没有下单 你至少是 那个第20名嘛 对不对 你没有亏 亏的是那第80个人 你就已经是在前面 20强啊 就很厉害了 所以怎么样 在中间的地方 你就看就好了 突然有急拉 或突然有急杀 这个时候 你再去做反向的单 我觉得会是 今天最好的一个方式 昨天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用历史的经验来看嘛 昨天这边 跟你讲出现买进讯号 我跟你讲 这个就叫做顺势指标啊 买进讯号在一个乖离区 买进去要在这个乖离区 这叫上轨道 你看是不是涨上来 它就跌 涨上来 我昨天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讲说 你这边你不要去做多单 因为这边涨上来 它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多头 因为它原本从这边最低点 已经涨了100点 然后又跳空开高 这里你不要去做多 这里你不要做多 你看是不是就跌下来 这个叫上轨道 这个叫下轨道 迅速跌到下轨道 它这边又出现翻空 这边翻空 你就是不要去追空单 一样的意思 因为这边出现一个 什么 下轨道区 昨天这里可以做多 这里是不是跌下来 这里有点指纹 你到这里你还可以去观望一下 这边还可能继续跌嘛 然后打到这边 这边你还是要观望一下 因为它一个红K 上面又收个上影线 它有可能再跌 可是这一根跌下去 直接往上拉 这根下影线应该是收了 这边是9896 这边是9876 差了20点 基本上它收了一个20点的下影线 然后这边又站上来 又比它高 我觉得这里 这里可能就是一个 可能要开始反弹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做一个 转多单 因为它超跌了 有没有 跌到这边底下 因为这边叫做下轨道 跌深了 它就有可能会往上弹 因为昨天又加上一个 正减半 正交税减半的一个 12点会通过 所以说这边到12点之中 它都会有一个隐藏的力多在走 所以说这边可能会往上 我们看一下昨天 好 所以在这边涨上来 然后这边就陷入盘整 所以说昨天如果在这边做多 基本上也算一个 算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好 可是昨天是一个 瑕福盘整的盘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获利的空间 所以有时候 没有获利的空间 还是有很多老师在获利 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了 有些东西真的 就你要赚钱 就是要遇到一个 大的行情嘛 盘整盘有时候 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获利 没有办法获利 很多的老师还要 挤出一点获利 说这边做多 那边放空 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现在现场 直播的节目 我想就是要让大家 多看多学 多知道一些答案 所以你看这边 是不是还是在这边 瑕福盘整 没有意义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 空间去做单 等 等这边或等这边 好 已经超过三分钟 下阶段我们来讲股票 股票也是一样 用这个东西来看 来做 我觉得长期胜率就很高了 这个是人机对战 的冠军 好帮我设计的 人机对战 冠军帮我设计的 加上我 操盘一哥 我会亲自教你 怎么使用这个软体 好不好 软体抠讯 强强联手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 广告之后 把电话拨通 我们下阶段谈一下股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竞争力 运达头部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 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 竞争力 运达头部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 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股票的部分 股票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那种 及时的跳动的感觉 可是可以看一下 一个波段或是一个状况 什么时候是一个好的进场点 我们也可以来去做一个判断 像华邦店这场个股 这个减啊 就是多头走势的减码 在这里买进的 这边是什么时候 这边差不多是9块钱左右 华邦店这场个股 是在9块钱左右 指标出现一个转多的讯号 它转多一样哦 它转多一样 它会有一个叫做上轨道 跟下轨道的一个 一个线啊 好 这叫上轨道跟下轨道 它的功用跟期货一样 就是当它转多的时候 当它转多再上轨道 其实有时候你不要去追多单 像是华邦店因为它很强 所以它转多以后 它持续在缓步往上涨 当它涨过 涨过一段幅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 它是真的是多头 不会是因为是假的一个片线 当它又涨过一段期间的时候 这个上轨道它会消失 好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已经脱离了地球 原本这边有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会把它吸下来 脱离地心引力以后 它开始漫步在太空中 它就开始会自由的往上走 好 这种就是比较强 然后呢 基本上它是盘整了很久 它盘整到这里才发动 这边也是符合很多的技术指标 你知道吗 就是它在这边整理了这么久 哇 它把筹码吸了这么久 就是等待这边要发动 所以这边掌停板 基本上掌停板这一根你就要去追了 好 这一条叫做际线 基本上你看 它这边都很多均线在这边纠结 突然放量上攻 这边就是很漂亮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要在这边去追它 有没有 这边你就要去追 然后呢 这边三天涨了36% 这边出现解码讯号 它跌下来了 基本上在这边 因为你不会去注意到它 基本上你不会去注意到 滑邦垫突然往上涨 对不对 除非你把它设定在你的自选股上面 或是你选股要选这种突然爆量的 也可以选 可以选得出来 当你没有办法注意到它的时候 你会在这里可以注意到它 因为在这里 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去做选股的动作 我们有一个选股的一个模组 这边都可以选 好 随便选一个 然后就可以开始选 这边就会有跳动 这边就会选出一些选股票出来 好 我们这边就不再 先不要看 我们先把我们的画面回到滑邦垫上面 当它选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滑邦垫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的基本面 你会发现滑邦垫其实基本面不错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滑邦垫它的基本面 那时候跌到11块的时候 我跟所有的会员讲 我们要买进它 在脸书上面也是 买完我们会员有赚到以后 我们就公开在脸书上面讲 滑邦垫这档股票不错 滑邦垫为什么不错 因为之前大家听到D-RAN就是 大厂 三星 海力士 一直扩产 大家是要先把你台湾打倒了 然后它再去独占这个市场 大家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跟阿拉伯一样 阿拉伯把油价打到剩下20几块 想要让美国的页岩油业者全部倒光 结果没有成功 因为它永远不会倒 因为你油价涨起来 它又会开始开采 所以怎么样 他们现在再集体把油价拉上来 滑邦垫一直亏一直亏 跌到剩下4块钱 可是这些大厂 它不可能永远用这种方式 因为那个已经是10年前了 结果去年景气不是很好 对不对 我们台湾连期蓝 景气很差 所以大家都没有增加资本支出 没有去扩产 结果第四季的时候发现已经供不应求了 调涨 低润价格调涨了15% 因为低润它的报价它是有一点类似浮动的 它每天都有低润报价 它不会是那种比较没有签约 不会有那种之前你跟人家签了一个长约 然后卖不掉 就没有办法提高价格 它是有点浮动的 第四季是涨了15% 低润价格涨15% 去年 今年第一季又是大缺货 最旺的一个淡季 又调涨了30% 低润价格调涨30% 然后华邦店这场个股它本身净值就12块多 它去年就赚了0.8块了 你看赚12块多净值12块多 股价11块 然后去年又赚了0.84 本益比也很低 股价净值比也低于1 然后低润又大缺货 然后你这边又是有一个起涨行情嘛 这边又开始飙涨了 告诉你华邦店未来还是有可能再飙 回档都要在这边早点去布局 这边是季线 压回到季线 多头走势 然后基本面好压回到季线 这边都要买 就往上拉抬 这里你就是 基本上这边你就要注意了 这边涨了4.98% 这一根啊 这一根出来你就是要知道 这边有一个加哦 然后呢往下跌 这边涨起来就是有一个讯号了哦 有人买了哦 这边盘整了3天又有人买哦 这边又涨多少% 又涨了3.5% 开高以后盘整 这边 这边你是最后的进场机会了 因为已经又突破一个高点 已经要涨到原本 大家卖掉的点位了哦 昨天涨停板 今天再涨 所以我们11块买的 现在多少 接近15块了 赚了4块钱 4块钱差不多就三成多了 股票就是这样来操作的 可以用我们的东西来选股 然后我会跟大家讲 到底这个基本面怎么样 所以我说资产30万以上的 如果你是资产30万的就是做期货 期货很多都是当冲 大家就当冲 然后呢赚到钱以后再做波段 赚了钱以后再去买股票 100万500万2000万 如果你有不同的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 我会帮你做规划 我在做客制化的规划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好不好 今天3加1的活动 3加1的活动就是 就是赠送一些优惠给你啊 有一些优惠 你想要知道是什么优惠的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然后呢想要知道 等会期货怎么做的 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最后祝各位 今天一切顺利了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张飞喝酒不弱人厚 二哥 我先回去 千万 三弟 喝酒千万别开车 放心 我谦卑不醉 别逞英雄 酒驾害人害己 小心被重罚判刑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器生杯 那如何是好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载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从您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预防停留感 请经常洗手 避免接触即位